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 这些国中的大业往生的 凡圣同居主的这些天人 他们的外表的身体 要显现出这个真金色 这个真金色就叫做紫金色 它的金不是黄金的金 是带有紫色的金 那么为什么紫金色 因为紫金色在所有颜色当中 它是一种性质柔软 而且中贵庄严的颜色 特别尊贵的颜色 世间少有 这个紫金色 一般来说 我们在内心当中要有禅定的功德 才能够显出紫金色 那么在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当中 他们的颜色都是黄金色 在古德说 这种金色的身体 非是业力的 有落善业所感 都是要禅定 一个人有禅定以后 才能够显出黄金色的 那么紫金色又比禅定更高了 更高了 那么这个地方古德说 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民 要有这么好的三十二项 又显出这种紫金色的光明 其目的何在 古德说 为了使令众生欢喜 而生性禁锢 所以你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 他不是一天到晚 带到极乐世界 一到处去供养诸佛 有时候到众生的世界去度化众生 那么你有这样的身相庄严啊 你就能够让他产生欢喜心 而产生恭敬心 所以说这个是使令众生 产生欢喜恭敬的缘故 在这个 我看一则新闻说 美国有做一个调查 说一个人啊 在社会上 他的外表的确很重要 我这个人没什么才华 但是外表长得好啊 他的升迁几率会比较高 这是事实的 比如说这个人 我们不重外表 这是我们随法讲 其实我们都很重视外表 他说一个人外表好的人啊 老板要升迁啊 第一个会先考虑到他 这个人没什么能力 无所谓长得庄严 而且外表长得庄严的人 他做了错事 人家比较容易言谅他 所以他占心了便宜 你看好的有他的一份 坏的他又可以演义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都是靠外表 我们的明了性啊 我们读不到他的内心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